第一个他最后希望我们做出就是去计算那个range 就是说呢 它scope scope就是它成绩嘛 它的range的count count就算它在这个某个区间总共有几个 比如说这个成绩 假设是英文成绩 所以呢这个地方请各位可以找到 有一个叫 云端上也有一个档案叫做read404.csv 那这个csv档打开来看一下 它的第一列A17就是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一直往下 这些呢实际上也许就是它的某一个成绩 假设是英文成绩好了 那如果我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这里面 哪一个range的成绩最多 比如说我要分布情况 当然这个range这个数字越多越好 比如全校的 或者是全台北市的 如果成绩越多你统计出来 当然也就越接近你要的结果 不过它可能取样有70个学生 所以你会发现它最后到71 扣在栏位名称就是刚好是70个成绩 那可是问题 我的需求在这里 我希望呢可以帮我把这个csv档 读到Python里面 第一个OK读取哦 OK读取当然这边它用Pandas 可是如果你不用Pandas可以读进来吗 可以啊我们用那个嘛 刚刚用过的方法F等于Open 那一招真的太好用了 你不用Pandas也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问题它怎么样 它这个读进来的话 你必须要一个一个取出来 那因为是用用一个一个 中间换行嘛 把它一个一个读进来 避开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不是成绩 还有记得要转型 它可能读进来 如果是字串 你可能要转成int 或float 或者干净用eValue也可以啦 然后读进来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 再帮我计算说 哪一个 哪一个成绩 所以你变成做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有点像是筛选 到底 比如说哪个range 就是 我希望做出来的结果 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0到19分一个range 20到39分一个range 以此类推 80分到100分 所以 1 2 3 4 5个range 那我们要怎么做 当然这边的话 最后再把图画出来 所以你需要什么呢 你会需要 第一个 把CSV读进来 那当然 这个 正照考试题 它是用 那个Pandas 不过我觉得 这个地方是 可以不用Pandas 把它读进来 那第二个做什么呢 就是 再去算 读进来的成绩 到底 它是在哪个range 有没有五个range 所以if 然后这个range 如果是这个range的话呢 那我就要把它 cone的加1 像这个东西 如果在 在以色列里面 你可以用cone if 对 用cone if OK cone if可以做 cone cone就是计算 if就如果 如果它是哪个range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诶 那你需要什么 所以 你需要一个清单 那个清单里面的话 总共就是 五 诶 那如果是五个 你可能要五个变数 abcde ok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不希望有这么多变数的话 你干脆用一个串列就好了 这个串列呢 就刚好中瓜糊 一个 两个 一个斗点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有没有 那预设值都0 如果它预设值为0 那等到是哪一个 我就把它里面 1 就是那个0的资料 加1写回去 加1写回去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我拿 cone里面 到底哪一个数量是多少 最后再把图画出来就可以了 好